改這個地方不要按照我剛剛找到放過去的邏輯 而是希望找到之後 放在他第幾名的位置上面 其實我也想過很多種方法 最後發現最簡單的寫法 就是直接放在什麼 放在他是第幾名的那個位置上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我今天 假如說我抓到這個資料 比如說他是第幾名他是第七名 所以理論上第七名應該是放在 第幾列的位置 應該是第八嘛 所以基本上為什麼會第八呢 因為他上面有一個欄位名稱 所以變成說他的名次 跟他要放的位置相差一 所以我只要把他的名次加了一之後 那就是放在他第幾列的位置 有沒有 所以只要把七加一 這個訊息放在哪裏呢 放在將來要放的這個F的哪一列位置上面 那答案就出來了 OK 所以其實這樣來想 但這個是剛剛好 應該有名次跟那個列號是有關聯性的 可是未來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沒辦法 OK你就要想別的方法 好 那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修改一下 改哪個地方 主要是改那個K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要按照順序的話 那我就不需要K了 那可是不需要K的話 我把它改回來 OK喔不要K 那主要這個是哪一列喔 OK哪一列 所以當然有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你額外再寫一個K好了 K等於什麼呢 等於第幾名 所以我取得他的第幾名的話 那第幾名的訊息會是在哪裡呢 會是在他的這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這個Sales ID的一欄裡面 所以我直接K等於什麼 這個 他第幾名的訊息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第七名的話 應該要放在第八列 因為這邊放過來的話 應該是上面會少一 已經有一欄了 所以應該理論上要放在第八列的位置 所以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加一之後 再存到K裡面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我抓到第一 假設第一個 是這個數字 那他應該是放在第八列 所以我就把這個數字放過來之後 再加上1 那就變8 存到這邊 所以他就會直接幫我把它放在F8的位置 好OK 第一個沒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 當然喔 我如果往下再找 找到2 那如果把2的數字放過來 2加1變第三 第三 第三的話 你意思說 把21呢 放在第三列的位置 第三列 放這裡 那沒錯 因為他第二名嘛 所以放在第三列 所以意思類推 好 那我們先把它清掉 我把它改完之後 所以喔 其實我主要是改了一個 改了一個地方 就是把K等於2拿掉 然後呢 把這個K 當然如果你不保留 沒關係啦 你就是 直接呢 利用他的名次加1 放在K裡面 然後呢 再跟他講說 你要放F的第幾列的位置 然後把資料放進去 好 那試試看 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陳詩就寫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最後的結果 OVERK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沒把握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按F8 F8是一個一個跑 可是F8一個一個跑 太累了 因為他總共43個 所以另外我會用另外一個方法除錯 就是把這個K的前面這邊 加一個中斷點 然後讓他跑 跑到這邊為止停下來 再配合F8 你會發現找到了 在第幾列的地方找到 I等於13 所以13應該是在哪 這這個 13就是12的這個號碼 OK 然後呢 找到之後這個儲存格裡面 SalesI列裡面是 第幾名 喔 他是第七名 所以第七名你就加1 就放到第八列的位置 好 所以呢 我們得到K了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12放在F8的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F欄裡面呢 會多什麼 多一個12過來 有沒有 放一個了 然後放一個之後的話 再換下一個 所以讓他跑 好 又停下來了 停下來為什麼 因為他又找到了 第幾名 第二名 所以第二名應該是這個 我剛剛講第二名 在這裡 這個嘛 就是21號 所以呢 把它放在第三列的位置 就F3 然後放什麼資料 放21 OK 所以底下放過去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放什麼 放21了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就把這個中段也拿掉 讓他全部跑完 好 那你可以看到 第一名 Science應該沒錯啦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OK 所以呢 最後的話呢 改完的結果 就是大家類似這樣 Sales I列 依然 名次 加1 剛剛好 那當然啊 未來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再更精簡一點 連K都不要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如果 K都不要 你就把這個K拿掉 然後直接把這個Sales I列 依然 直接放到這個裡面來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應該OK啊 只是說我不確定 你們哪個看得比較懂耶 因為我怕少一行 可是問題少了那一行 你閱讀上比較有障礙的話 那我比較建議你把它加回去 至於怎麼寫啦 你自己看懂 為前提喔 所以 應該這樣好像 大家閱讀性比較高一點吧 可是剛剛雖然 那樣的寫法比較精簡 可是你可能比較不好理解的話 不然你就寫這樣 因為我雲端上好像是寫剛剛 精簡化的 不然我寫這樣 那這個部分的話一樣 會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給各位參考 這個程式 就是在這邊按照順序 所以剛剛的寫法是 有沒有直接把它寫到這邊 這個是K啦 所以剛剛的寫法 我把它貼過來好了 我寫這樣 等於是說我先加完之後 然後呢 再我把它格式化一下 讓它漂亮一點點 然後主要是這個 那一個排名加1 所以關鍵是在這邊 其他好像都跟剛剛 沒什麼太大的差異 OK 那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把這四個按鈕做出來 這樣就OK了 四個按鈕 然後下一個星期的話 我們就是要再來看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那大樂透歷史資料 就是所有的資料 那網路上有個樂透雲 它其實給的滿齊全的 就是大樂透歷年來呢 總共開出來的號碼 總共有1到68頁 所以如果今天呢 你假如要來統計分析的話 那變成你要先把資料先放以Sale 可是以前的做法是 C-C-V C-V 太浪費時間了吧 所以下一個禮拜 可能我們要講的啦 OK 就是爬蟲 那爬蟲呢 應該可以理解吧 就是我們不要人工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把這68頁 執行一個迴圈 自動把1到68頁的資料 自動就變成 Excel裡面的一個資料 那如果有這個資料 那我們要計算大樂透歷年來 哪一個號碼出現的機率最高 就很簡單了 有沒有 再加一個countif 再加一個count 然後加一個rank 有沒有 就OK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今天的部分先完成 那下一個禮拜 我們再來看那個爬蟲的部分 那我們其實還是採取漸進的 當然這個難度其實是一定有的 可是你就量力而為吧 OK 那有些地方可以做一些變化 所以按照順序的話 有兩個版本 前期名有一個是按順序 一個是不按順序 我們本來是沒有按順序 本來是按照找到的順序 那後面改的就是按照那個放的位置 我們就是按照那個排名的順序 不過我原來寫的方法 其實我原來不是寫這麼精簡 本來寫的方法變成要兩個回圈來寫 對可以用它原來的排名位置 當成是它放的位置 不過前提是剛剛好要有這樣的關聯性 才有辦法辦到 所以有的時候程式要怎麼寫精簡 恐怕還是要動一點腦筋 試試看 拿去打鈴 好到最高了 然後來 那把換哦 對 那我一直在這是他的 好鬆 好到你去了